这是一款连中东土豪想买都买不到的超跑 在充满未来感的外表之下 内部设计也是满满的黑科技 融合了电池的结构主体 带来了超轻的车重 带监测传感器的碳纤维车身 甚至能够自我修复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用3000多片积木零件 来还原的这辆由兰博基尼和麻生理工 联合开发的概念超跑3000年 这款作品呢 由国产积木品牌K盒子原创设计 成品长度达到了55厘米 除了大面积采用金属喷漆工艺的科技面板 所带来的外观还原以外 厂家还甚至为这款跑车 开发了1比1的限定版独占轮毂 此外厂家还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动态版改装方案 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对电机和主控完成拆装 那本期评测也会对动态版的表现进行测试 那现在开始拼吧 到这里后悬架就拼好了 可以看到动力从这根十字轴进入以后 直接通过这枚20次齿轮控制差速器 并通过差速器将动力向左右两侧悬挂驱动桥方向传输 同时通过这里的28比20的齿轮组 与后续发动机模块进行联动 另外在悬架方面 设计师采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悬架结构 其上下摆逼的角度与动力传输路径并不平行 并且具有比较大的角度差 这意味着这个悬架形成不能太大 否则连接悬挂驱动桥的这根十字轴呢 会发生拖出的情况 不过由于超跑本身的悬架形成并不会很大 所以这个设计并不会带来任何问题 另外我们来进一步的看一下行驶动力传动结构 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里预留了两个X2电机的安装接口 他们各通过一枚36尺齿轮 共同驱动中间的这枚12尺齿轮 然后动力直接进入差速器端 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动力传动结构 那总齿轮比呢是0.47比1 属于非常高速的传动方案 另外这里建议将6单位十字轴更换为7单位的 这是因为如果使用6单位十字轴的话 在这个位置安装12尺齿轮以后 十字轴便没有多余的长度穿入这里的轴孔 因此在稳定性方面不如7单位的方案 不过由于这枚12尺齿轮是被左右两个方向的齿轮同时镍合 因此这个问题实质上并不会有什么风险 而如果不是两个方向同时镍合的话 在大扭矩负载的情况下 这个位置大概率会发生打齿的风险 这里来看一下前悬架 设计师在左右两侧各设计了两根硬壁阵 测试下来呢整体回弹力度适中 转向动力方面设计师在这里预留了四伏电机接口 动力进来以后直接通过12尺齿轮控制转向齿条零件 此外设计师还在两侧各设计了一枚12尺齿轮 使得整个转向结构更加稳定可靠 另外设计师还在这里设计了三枚16尺齿轮 将动力向上传输 用于后续的方向盘联动结构 好了那么大概经过12个小时拼搭质量3000年就完成了 那最终成品的外观作为一款积木来说 相对于圆形车可以说还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整体的外观轮廓比例 以及例如两侧的空气动力学套件这些细节呢 都进行了不错的搭建 另外全车大量采用金属喷漆工艺的科技面板 以及包括部分透明零件的加入 也为这款跑车的最终效果带来了满满的未来科技感 而悬新的限定版独占轮毂的加入 则在成品外观方面起到了点睛的效果 然而在炫酷外观的另一面 这辆3000年的功能并不是它出彩之处 前后悬架 转向与方向盘联动 发动机联动 引擎盖开合 不考虑动态版改装的话 那么静态版功能就是这么几个 测试下来自然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在结构稳固性方面 质量3000年表现非常优秀 在搭建的过程中 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设计师 在整体框架结构方面的设计思路 包括大量使用了两个模块 沿前后方向合体后 再进一步通过其他模块 从两侧沿前后方向拉住 这样的设计手法 也包括这种在基础框架 已经搭建完成的情况下 再进一步通过后孔壁 对整体结构做深度的加强 同时这里的加强结构 也为这款3000年 在车体侧面曲线上 构建了一个倾斜的角度 这个结构呢 也是后续依附于车体的 科技面板的结构基础 在整体拼搭体验方面 除了部分零件存在 一定手感不一致的问题以外 在拼搭步骤设计上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同时通过一些细节 可以看出 这辆跑车的拼搭步骤 是经过一定的优化的 例如在大模块合体方面的优化 设计师将下方这里 原本应该使用 2780两单位摩擦销的零件 更换为了其中一端 是十字轴的零件 43093 这样的优化降低了合体的难度 因为十字轴 可以顺利地插入 另一个模块的销孔 而由于后续有其他零件 将两个模块 沿前后方向拉住 因此这个位置 并不需要设计为摩擦销 而如果设计为 2780摩擦销的话 那么在模块合体的时候 会出现玩家 需要在上下两个地方 都要做摩擦销 与销孔对位拼插的步骤 也就是常见的 大模块合体 会比较困难的情况 那关于拼搭体验 最糟糕的是 关于轮毂的安装 这也是之前 有不少玩家反应的问题 其糟糕体验的原因在于 这款独占轮毂 不像常规轮毂 从正面可以看到里面 而是一个全封闭的结构 因此在安装的时候 很难将轮毂上的摩擦销 对准悬挂驱动桥上的销孔 有些玩家 甚至试了一个小时 都没有装进去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装 大概只需要几分钟 首先我们需要把 悬挂驱动桥上的三个销孔 转动到一个 竖直的等边三角形的状态 不要歪斜 接下来我们观察一下 轮毂外表面的浮条 与内部插销的关系 可以看到 其中有一根浮条 和内部的其中一根插销 在位置上是对应的 那我们记住这根浮条 在安装的时候 让这根浮条处于 竖直向上的状态 对应的其实也就是 让轮毂内部的三个插销 也处于竖直的 等边三角形的状态 然后慢慢地将轮毂对上去 不要太用力 避免轮毂在没有对上的情况下 把里面的悬挂驱动桥碰歪 当感受到轮毂 已经顶住悬挂驱动桥以后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稍微用力 向里推 如果对上了 那么可以比较轻松地推入 也就完成了安装 而如果没有对上 那可以反复试几次 通常耐心地试个几次 都能对好 那这里我们实际测试下来 经过几分钟 四个轮毂就全部安装好了 好了 下面我们来尝试 对这辆3000年 做动态版的改装 那拼搭手册的最后几页呢 就是关于动态版的改装 按照拼搭手册的图示 只需要在车底预留好的位置 依次装入一个伺服电机 两个XR电机 以及一个主控 大概只需要两三分钟 就可以完成改装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 那测试下来可以看到 车子的行驶速度适中 不算太快 但是也不慢 虽然设计师提供了一个 非常高速的0.47比1的齿轮比 但是受限于主控 以及电机的输出功率 因此并不能充分发挥 这个高速齿轮比的特点 那另外转向测试下来 也是正常的 零件方面 之前我们有提到这款套装 存在一定的手感不一致的问题 那在特殊零件方面 这款套装可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在微距下 可以看到 采用金属喷漆工艺的零件质感 表现非常不错 不过还是需要提一下 这些金属喷漆零件 稍微存在一些色差问题 不过还好没有严重到 会影响最终成品效果的程度 此外 我们也对这个零件的耐刮性能 进行了测试 可以看到如果用指甲反复去刮层零件表面的话 表面喷漆是可以被刮下来的 独占轮毂在微距下也可以看到 质感确实非常不错 这种需要后加工工艺的轮毂 成本上应该不会很便宜 最后看一下包装 彩盒采用了和乐高42143相同的包装方案 采用异形车库版包装设计 同时包装印刷还使用了雷射工艺 打开彩盒里面有三个零件分盒 3358片零件被分成了五个大步骤分包 拼打手机的封面质感一般 内部的图示比例大小合适 指示清晰 贴纸一小张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啦 下期见 拜拜